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 那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新的一期装机教学视频 当然了硬件还是老的硬件 由于呢我把我自己的库尔奇6700K送给弟弟了 所以说我只能用它的6660K来拍这期视频 那么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主板 主板的话自己家的Z170XUD3 如果有需要这两个东西的朋友呢可以实信给我 这两个东西可以便宜出售 那么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板子的做工还是非常的优秀的 全黑的设计 然后呢供电也是非常的足 四条内存插槽 先看了这次SLI还有COSFI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左边这边 IO接口 这IO接口从左到右呢一次是USB2.0 PSR DBI VGA Type-C 还有USB3.1 HDMI 然后USB3.0 网卡 7.1声道 说到7.1声道呢这边有一个魔音 这条线呢是会发光的还是很酷炫的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右边 右边呢除了U2接口呢还有SATAE啊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哈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装了 首先呢这是CPU插槽 然后我们把这个盖子给打开 好的 在处理CPU的时候呢大家要小心一点 毕竟这是贵重的物品啊 左边呢这里有两个凹槽 然后左下角有个小点 这是用于定位的啊 我们呢一般就这么正面的这么放上去就好了 然后放上去之后呢 换动一下 确保它已经稳了 轻微换动一下就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给 OK 盖子它就会自己出来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装内层 内层的话是海盗层的DDR4 3000平32G 单条这一条就32GB容量了 然后你们要注意下面这个凹槽 待会要定位的 然后一般呢我们是装在远离CPU的这一端 这一个卡槽打开 打开之后呢对准这个 插槽 对准这个凹槽 用力的 听到咔嚓一声 就代表已经 已经稳了 已经插稳了 这就行了啊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装固态硬盘 由于呢这个970 Pro它的发热量巨大 所以说我就买了一个散热器 把这个固态硬盘包在里面 这样的话降往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效果还是非常的好 然后这边呢是锁螺丝的孔 这边呢是M.2接口 好的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插到这里来 斜的插进去 好的 然后放下去 然后再锁上螺丝就行 好的 这一个固态硬盘就这么锁好了 我们呢接下来我们转第二条 顺便一提的是上面这个970 Pro 它是MVME协议的 所以说它的速度有3GB 3.5GB每秒 然后下面的这个固态硬盘呢 它是SATA协议的 就是和这个SATA接口 它的速度是一样的 500最大500MB一秒 所以说下面这条比较慢啊 所以说你们一般装固态硬盘的话 把最快的装到靠近CPU这个插槽就好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装散热器 散热器的话是来自矛头银的U12s啊 这个散热器呢是五热管的 两个F12的猫上 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比三四百元的入门机的水冷还要好 之前LTT也做过一个测试 同价位的风冷呢 它的散热效果是比水冷还好 所以说花480买这个散热器 然后又买了一个风扇 还是比较绝对的 首先呢我们来装底座 底座的话得放到背面 好的我们要对准这个孔123 123就这么 底座就这么放好的 OK 然后我们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黑色的帽子给放上去 然后呢 接下来装的是这个银色的 由于呢 这个是1151的接口 所以说我们得把它从中间的这一边 你可以看到这里三个孔 三个孔 我们要把它螺丝从中间的这个孔穿进去 这样就好了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 螺帽把它给锁住 猫头鹰的这个做工呢 是相当的不错的 那么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涂硅脂 好 接下来我们来涂硅脂 硅脂的话也是猫头鹰的 自带的 然后我们起个黄豆大小的 上去就好 好 大概这样就好了 好 涂了硅脂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散热器给装上去 晚点呢 我们就装这个风扇 对着 先拿两个定位 定位完之后再用螺丝给锁起来 这样就好了 OK 你们应该也看得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装的是风扇 好 接下来我们来装风扇 风扇的话 我们是往机向外面吹 所以说这样进风 OK 这个卡控是我已经预先装好的 就直接把它给 放上去 我觉得我还是换一边好了 拿到时候这个线还给理一下 OK 这个风扇就装好了 第二个风扇 你可以看到这个减震垫 比这里还厚 厚的这一边是靠近散热器的 得这样子 OK 这样就好了 这就是单塔双上 单塔双上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理一下这个线 好了 我刚稍微理了一下线 变得美光很多 那个线材有两条 一个是cpu分的 然后这边是system分 两个4pin接口 把风扇接到这两个接口就好了 4帧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装机箱 这款机箱是乔斯伯的Umax4 2016年900块钱买的 铝合金加双侧透钢化玻璃 5毫米的钢化玻璃 做工还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在装机箱之前 我们得准备这些条件 就比如说这个 开机键 硬盘灯 然后还有USB接口 还有这个音频 音频 这些都是前面的 按键 音频 USB 3.0 2.0 顺便一点 这个小工具是机家主板送的 非常好用 上面可以插风铃器 还有各种机箱条件 就是说我只需要把这一整个插到主板上就好了 就不用每条线就单独 还要找主板插在哪个位置 这是一个多合一的工具 非常好用 那么我们接下来还得准备一些东西 首先是电源 这款是海盗船的白金版SF600 然后这个电源是我准备给ITX准备的 然后我已经把我的旧的 ATX的500瓦的电源给卖掉了 所以说就换了这个迷你的小巧的 看到没 特别迷你 一个非常可爱的模组化的电源 海盗船 他这款电源支持240瓦以内风扇停转 就是说你看电影看玩意聊QQ 风扇是不会转的非常的安静 然后我们放到一边 然后他这边还送了魔术贴 还有扎带 还有个logo 这个logo是3M贴纸的 那么这里就是模组线 很多模组线 然后这边有个挡板 就是SFX转ATX的挡板 这个挡板我们马上就要用得到 因为我们这款机箱 原先是支持ATX的 然后但是这款是小电源 所以说就只能这样子转接 好接下来我们来准备电源 电源的话 好像我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模拟好了 所以说现在就可以直接装上 首先把转接板给装上去 其实我是觉得海盗船配的螺丝 好像太夸张了一点 没必要用那么大的 是吧 然后线材的话我也准备好了 这个是显卡的 这个是主板主供电的 这个是CPU的 这个是硬盘的 OK四条线 然后我们把这些线材先准备好 OK 一个 这样就好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装电源了 然后把电源线给插上 OK完美 不过在装主板之前我们还得准备一些 事情 就比如说这个CPU的供电 我们先提前准备好 放到这里面来 那么还有个风扇 这个风扇是我提前要从这个孔给穿出去的 先准备好这两条线 OK 细心呢 你可能会发现这个电源的风扇 它没有朝里面 为什么呢 如果朝里面的话 我会积很多灰尘的 给电源的风扇积很多灰尘 这是我不想看到的 而且换起呢 我这个显卡是涡轮散热的 可以直接把热气给排出去 CPU呢 它的散热器也是直接朝外面的 朝外面 朝那个 从后面和上面排出 所以说这个电源呢 我就朝里面去了 朝里面还有一点空隙 也不用担心 也不用担心 好 后面大概就是这样了 然后我这边呢 会用扎带这样扎起来 然后这边呢 也用扎带扎起来 然后就好了 好了最后一步呢 就装显卡了 装显卡之前呢 这个卡扣呢要打开 好 打开之后呢 就可以把显卡装上去了 我手上这款显卡呢 是GTX1080 2016年购录的 还是保养的非常好的 它是8频供电的 OK 我们现在就可以装上去了 OK 这样就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锁螺丝 好 那么呢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把这个电源的供电给装上了 这是8频的供电 然后这些编织线材我还是感觉非常好看的 这个还有头上的编织线 接下来我们把这些干化玻璃给装上去 就结束今天的装机教训